荷糖月色Q版猫熊和月兔 还有娇艳欲滴的桃红玫瑰 大陆商家推陈初心 要靠创意造型月饼 抢占年轻族群市场 以荷花为摘起 这个是莲蓬 这个莲子 还有一个藕 这个糖我们用了低糖的一个海藻糖 符合了当今年轻人的一个低糖的口味 锁定养生风潮 有商家还将月饼与药膳结合 主要的原材料 一个是我们的黄金 钥匙同源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灰藻 聚合的灰藻 再一个就是我们手工熬制的豆沙 它主要的话就是健脾 益色 赌气 中秋节临近月饼站打得火热 在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 大陆市场刮起简约风 人民币5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 基本退场 像去年我们的流星是388 像今年就是366 我们家现在的价格就是双方联融 高级月饼代名词半岛酒店月饼 今年最贵一款是草莓造型 眼窝加持 每颗要价人民币148元 不过对比往年每颗动辄人民币200元以上的天价月饼 今年收敛不少 叉子也不太适合放在里面 让我们后面会去整改掉 包装不能超三层 不能使用红幕 大陆多地八月底 先后启动月饼市场专项检查 除月饼包装外 还会重点检查价格 添加剂使用等问题 要守护中秋这份团圆味道 TVBS新闻 肖明镇 蔡一杰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